上梁不正下梁 吳秀梅他就說 反正千錯萬錯都不是食藥署的錯 是你業者的問題 請問一下我們要政府幹嘛 重點是我覺得 吳秀梅你真的該下台 其實食藥署去年 早就已經收到了中方通知 但是呢 我們就其實根本是沒有所謂的突襲的 可是呢食藥署到現在 其實還在打模糊仗卸責 一直甩鍋一直甩鍋 到底是不是故意在製造兩岸對立 大家還記不記得 食藥署的主管機關是誰 衛福部 衛福部當初的主管是誰 陳時中 大家記不記得疫情來的時候 沒有疫苗 沒有任何我們防疫物資的時候 大家知道什麼 自主應變嘛 上梁不正下梁 所以食藥署署長 他就是這樣說嘛 吳秀梅他就說 反正千錯萬錯都不是食藥署的錯 是你們經濟部的問題 是你們農委會的問題 是你業者的問題 請問一下我們要政府幹嘛 你們基本上 解讀能力有問題 執政能力有問題 連騙也騙的有問題 那你到底還能做好什麼 我跟你講 民進黨這次大派不是沒有原因的 是這些種種跡象 你還想要騙誰 你看看現在台灣人民必須要自救 我必須要自救 你連一個包線的麵食 然後跟糕點 你連這種東西 你都可以用官方的文件出錯 你這就是賭職啊 你這不就是賭職嗎 你連這種最基本的事情 你都做不好 你還堪稱叫我們的政府官員嗎 重點是我覺得 吳秀美你真的該下台 你連這麼基本的東西 你都說不好 你連自己該扛的責任 你都扛不好 你送過 你連這麼世界都會 你連這個群人都會 你連這個群人都會 我 salty 你連這個群人都會 我被哭的 我 在河野